今天是香港演藝人協會慈善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後的第一個慈善晚會 協會董事成龍大哥都有現身支持 不過大哥拍完照沒有接受訪問 就直接入場了 而這日到場的藝人全部都是志偉哥的老朋友 看來志偉哥今晚都要和大家喝兩杯 今天可能是我們這麼多年 最多藝人的一年 因為今晚的主題是傳承 所以又有舊又有新的 大家共聚一堂 今晚將會很開心 所以我已經準備了龍子推出去 今次晚會都安排了不少表演環節 身為會長的故事 又會不會上台表演呢? 我不知道 但已經準備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準備好 你去到就 我覺得看那個氣氛 大家開心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另外一身型格打扮到場的Semi 原來這日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為了故事 Semi都堅持出席 連醫生都未有時間看 真的硬撐 剛才在白人屋一路整 頭髮的時候已經全身很骨痛 我覺得是一些感冒菌入了腸胃 一路長期佔用上廊 我那個廁所一直都出不了 安排了十幾次很辛苦 但因為答應了故事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都一定要留 保渡 只需要董 按摩 按摩 太陽 按摩 哪